在前面我们谈完了变异数的一个概念 我们再来回到同板问题 就是说一个公正同板跟不公正同板 那谁的变异数会较大 那我们现在都把同板丢三次 那这边就是假同板就是公正同板的二分之一 那那个第二个同板 它的正面的几率出现会是十分之七 所以我们这边我们就可以得到 三个正的正面其实就是千分之七的三次方 就是千分之三四三 可以透过这一三三一的比率把它算出来 那我们要在算变异数之前 我们其实要先算期望值 期望值就是个数在乘上它的价值 所以以第一个来说 它的期望值就是0乘这个就是0 这相乘就是八分之三 这是八分之六 对那这边的话呢就是八分之三 好那接着呢 期望值就是怎样 这个乘起来之后要把它加总 所以加总起来我们就可以得到 这是八分之 总共是八分之十二 八分之二 所以就等于是二分之三 所以就是丢一个丢这个公正铜板的时候 对正面出现丢三次 正面出现应该是1.5次 也蛮符合我们的直觉 因为这个东西刚好就是二分之一乘三次 好那今天如果是不公正铜板的话呢 这边是0 但这边就是再稍微算一下 这里是这个乘这个 这个乘这个会得到 好在四四一再乘二 八八二 好那不公正铜板计算其实就有点烦了 所以这一解释真的是 一开始让手算的人会觉得很烦的部分 好那你 你也可以用电脑把这算起来 这几个加起来呢 刚好是一千分之两千一 就是等于十分之二十一 好那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其实这个就是十分之七成三 好 对那当然我们在后面在讲二项分布的时候 会在比较理论的推导 不过我们先注意到这个事情 好其实就是丢N式铜板 然后呢他的期望值其实就是MP 好这是这是MP这种感觉先抓到 好那现在要算变异数 变异数的话呢就是怎样 就是要先怎样 先把这个每个X再减掉这个平均 然后把它平方 所以现在平均是三分之三 所以这里就相减二分之三平方 那这个一一减掉二分之三 二分之一的平方 好那这里是二分之一的平方 好那这个是那个二分之三的平方 好然后再怎样 在这两两层 这个层在一起 这层在一起 这层在一起 我们就可以得到这里 就变成三十二分之 三十二分之九 那最后呢我们把这几个 乘上平均之后呢把它加总 这边我们加起来呢会得到的是 三十二分之二十四 那稍微约分一下呢 就会约出是四分之三 好那我提醒一下 这以后我们会有一个公式 这公式刚好就叫做 会变成是N 然后呢乘上P乘上1-P 对就是现在P乘上3乘上二分之一 乘上二分之一 这个公式后面会再出现 不过我们先留意一下 这个事实 所以它的期望值是 它的变异数是四分之三 如果对下面这个数值呢 这个数字因为它数字已经很大了 所以我们就 就是让电脑算一下 就直接把结果先秀出来 一样就是先减平均 D主要是 这个是哪里来的呢 0减掉这个来的 这边呢 这两个相减就这个来的 那接下来 再两两相乘 两两相乘 只是这个数字很大 我就不算了 就是这里就是 非常非常大的计算 这不适合给人算的 那很神奇的就是 这么大的数字呢 加起来其实 它刚好会变成 十万分之 六万 六万三 刚好可以约成 百分之六十三 然后一样 跟提醒一下 这刚好就三 乘上了十分之七 乘上十分之三 那当然这个关系 我们后面会再谈 不过可以先稍微留个印象 好 那这一节重要的就是要让大家去 除了算变异数之外呢 让大家去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比较小 这个比较大 就是如果你今天是一个 比较不公正的 对 你的变异数其实会更集中 那不公正的情况越严重 它其实越集中的情况越小 如果你以这个MP 成一减P来看 那当然会看得更清楚 因为 例如P如果是十分之九 那这个这样子乘起来呢 就只有什么 百分之二十七 那变异数再怎样 在P等于0.5的时候 这个时候会最大 这个最大 好 那这是后面要讨的 不过我们只是现在 学了变异数呢 就给大家看一个 比较经典的例子 这种就是丢铜板的一个变异数 那掌握一下变异数的错法 就是怎样呢 对 就是先减平均的平方 然后呢 再乘上 它的期望值 就乘几率再相加